我们知道在物理学当中 量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能量单位 具有侧不准 不可克隆等性质 这些特性使得量子通信具备了最大本领之一 就是保密 这是经典通信迄今为止无法企及的 而在今天凌晨的1点40分 也有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 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发射升空 在轨运行两年的时间里 墨子号量子卫星将和地面台站一起 展开星地之间的量子科学实验 五 四 三 二 一 标我了 九泉一级关机一二级分离 东风一级关机一二级分离 九泉整流罩分离 东风整流罩分离 九泉二级主机关机 东风二级主机关机 量子卫星分离 那刚刚已经看到了 西班牙的科学实验卫星已经分离 最后这一颗是 我国的西博大气科学实验卫星 也已经成功分离 北京华山报告 我是北京华山请讲 根据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监视计算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已进入近地点高度498公里 远地点高度503公里 青角97.4度 周期95分钟的预定轨道 卫星太阳翻盘展开 工况正常 华山报告完毕 北京行办 我宣布长城二号丁 摇32火箭 发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